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 周小祥 這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 婆婆 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與你 又是我 我是Carmen 還有身邊的袁醫生 是Carmen好 大家好 袁醫生 似乎我們早前不是說過DL事院 看來還是遇過未了 早前聽你說你接受了一本美容雜誌的訪問 我們都有被邀請 作為一個香港更好大行動的機構 他邀請我們給一些諮詢文件 作為這些步驟 其實我也有寫過一份諮詢文件 所以我自己親人沒有去 諮詢會 我當時聽過有些美容家的同行 都有跟我說當時發生什麼事 你可以看到 他們利用DL事件 企圖把美容所做的美容步驟 劃分成醫療步驟 可以這樣說 在女人兜那裏搶飯吃 其實我用雜誌 我就很清晰地解釋給他們聽 那個重心就是這樣 他們訪問我的時候問我 到底DR事件是一件什麼事件 或者這裡值得我重新簡單地清晰地解釋給他們聽 DR事件是一件由註冊西醫 進行醫療程序 為美容的目的做的醫療程序 後來發生的一種意外 其實是一種意外 但是有沒有適合人為的疏忽呢 其實到時今今日 都沒有定斷的 所以他根本最終的目的 就不是說真的想做一些事情 避免將來這些問題會不再出現 因為我剛才所說 這個是一個註冊的西醫 為美容的目的進行醫療的程序 其實沒有一樣東西有問題 知道嗎 沒有一樣東西有問題 簡單來說 你幫人農胸 幫人農鼻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呢 這個肯定是一個醫療行為 應餘程序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美容的目的 其實從來都沒有矛盾 你根本都不需要劃分它 那就是說 醫療的程序 可以是一個美容的程序 醫療的程序 也可以不是一個美容的程序 美容的程序 可以說是一個美容的程序 美容的程序 也可以是醫療的程序 其實很簡單 那你說農胸 醫療的程序 美容的目的 那是一個醫療的程序 那什麼人做呢 當然不會是美容師做 當然是受過開刀訓練的手術醫生做 其實這個法律上已經很清晰 可以規限了 會不會有人傻傻傻 說這個是美容程序 幫人去農胸 你不是醫生 你不會的 所以從頭到尾 法律上這些問題 老早已經搞定了 你不會拿著手術刀 去割傷別人 就說對不起 這把手術是一把手術 都是醫療的儀器來的 那我進行醫療程序嗎 可以拿手術刀去弄傷人 都沒有罪嗎 其實一樣是 其實是多餘的 那為什麼這麼多餘的要做呢 其實他最終目的 就是想把醫生賺錢的範圍 不斷地擴張 大家知道美容事業是全世界最賺錢的事業 所以醫生就是侯著肥磚肉 你知道香港現在今時今日的經濟這麼差 很多人都是走入縱門的安全網那裡 那其實香港的之所以經濟這麼豐盛 在現在的整體世界性經濟這麼差 香港都這麼行 因為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 香港過去的法律 是不像其他國家那麼多的 不像加拿大有六百多萬的條例 在美國多到呢 有一百個有一個美國人在坐牢 我們上一集都跟大家分享過這些資料 所以整個過程呢 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他們就是乘機搏 其實他們想怎樣呢 他們就硬硬說這些是美容程序 這些是醫療程序 譬如蚊味 很明顯 沒有西醫想做 他也不會硬硬說這些是醫療程序 你讓他做他也不會做 暗瘡 但其實蚊味也會用工具 是的 但他又不會掉進去 那你說激光這樣 激光來說 你說是醫療程序還是美容程序 你說是一個是否很危險的呢 那是否危險的程序呢 被西醫做了就是會變成不危險呢 那其實這個根本是不垃圾的 你說用激光銷箱的人 我相信發生在西醫手上呢 是不會少於發生在美容師手上的 那所以你看到呢 整個背後的問題呢 所做的這些動作呢 其實根本就不會有保障了消費者的效果 只不過呢 是將香港的美容界呢 這塊肥磚用呢 就被西醫那裏割他去了 那跟著香港的失意人士會更加多 香港的縱容的人士會更加多 而香港的美容的事 所謂的美容顧客呢 保障其實一點都不會因此而多了 因為DR事件呢 是確確實實 是一位註冊的醫生幫你做的 照我所知我們以前常常說的 腕腸好像都將會 就是他們想你有監管的範圍 沒錯啦 那美容界呢就跟我反應啦 他說呢 他有去參加這些這樣的 就是那些這樣的 諮詢會啊 讀論會啦 那其實他這件事呢 就是想將那個腕腸呢 成為醫療程序的 那他們很擔心啦 是不是 因為全香港有誰做西醫做的 腕腸 腕腸沒有 除了自然的化醫生 好像我這樣 是不是 那我作為一個註冊脊醫啦 是不是 比利中醫啦 那其實說實來講呢 真真正做腕腸的醫生是沒有的嘛 照我所知好像美容院居多 應該是吧 那除了我之外 有些獨立的人士 那在我過去上這些這樣的 專業訓練之後 那就可以自己開開咯 那所以其實很多人呢 都在做的都是不是一個醫生來的 啊 除了我們 如果他現在零零射射 就是腕腸 要立法監補 他認為醫療 他認為很簡單 腕腸是屬於醫療程序 是啊 那你美容界就不可以染指 但是其實是不是 以你所知 因為很少醫生做嘛 那以你的認知 香港沒有西醫做 肯定沒有 是不是真的很危險呢 那在我認識裡面呢 真正出過事的呢 是可以一隻手一隻手數了 那我相信做腕腸呢 那麼多力量 可能數以百萬次幾百萬次了 是不是 那所以你說 當為一個安全的步驟來講呢 洗腸是非常非常之安全 屬於極之極之安全的 那曾經出過事呢 以前呢 在醫院裡面 曾經有些 有個 我記憶之中 我看過資料呢 就說呢 有個小朋友 就在那個 進行洗腸 就刺穿了他 那樣 就跟著呢 就可能死了 那樣 那其實這種情況呢 因為那個 那個病人呢 本身是有 那個大腸肥大症的 那所以他腸壁就又肥又又薄的 那這種情況就出現過 那這個很多很多年前的了 那前一陣子 都十幾年前 在美國呢 也都有一個碗腸的中心 那有位老人家去做的時候 又不小心 又只管 就刺穿到腸 那樣 搞出很大件事 那說真的來講呢 我跟大家經常都這樣說 如果你是說安全程度 如果某種步驟是不安全 應該禁止的話呢 那其實呢 你就應該禁止了所有的西藥 那有些什麼的西藥呢 好像我們最近 Kennecticut 美國出現一件事 20歲的年輕人 拿把槍殺了自己的母親 然後拿了家裡的三把槍 去學校裡面 殺死了二十幾個學生 和六位老師校長 那其實這些是什麼情況會出現的呢 是全部是因為西藥的影響之下呢 是導致很多人呢 是做出一個自殘的行為 和殺人的行為 那你說這些事故 是不是很間中發生呢 其實呢 在美國呢 每天都有年輕人 殺死父母的 每天都有的 那如果是這樣 那為什麼我們的精神科藥 那些所謂抗益屈藥 那些所謂抗益屈藥 都還在這裏呢 還在這裏呢 那就是你可以看到 整件事是一種 一個政治 因為經濟的原因 經濟的誘因 導致政治的鬥爭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樣的 所有很多我們 就是目前我們 現代所見到的那些所謂專業人士 所欠的那些所說的話呢 其實最終目的呢 都是為自己利益的而已 就不是真的為我們消費者的保障的 那DR事件呢 其實呢 發展到今次今日呢 就已經變成了一個藉口 給西醫人 就硬呢 是定頓呢 這個就叫做醫療程序 這個就叫做美容程序 那他們的定的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準則呢 就不是說真的是不是美容 不是真的是不是醫療 就是定他那個有沒有有沒有危險性 那你問危險性 就用危險性來講 是不是 為什麼要用醫療程序 和那個那個美容程序呢 那兩件事是匯分不到的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 我們如果真的了解這件事 是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這麼大個人 還要和女人爭飯吃 是不是 那我就跟那個 最後呢 我就跟那個美容雜誌的人 說 美容界可以做些什麼呢 這樣 其實呢 如果你真的想做事呢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是很有效去做的 就香港美容界很多從業員 肯定多過西醫的 對不對 那麼好了 很簡單 你就跟政府說 如果你是繼續 來到剝削我們的工作的自由呢 我們呢 就會集體不再交稅 為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我們要交稅 養一班醫 培訓一班醫生 很貴的 牙醫最貴 西醫都很貴 成幾百萬 培訓一個西醫 他不做醫生做的事 他做美容的事 我們納稅人 去培訓醫生 目的不是希望他做美容師 我們希望他做醫生 為什麼納稅人 還要出錢 去培訓一些醫生 去不做醫生的事 而跟我們美容界來搶飯吃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很多事情 如果你想得通 想得透 你明白發生什麼事 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都可以做的 但是剛剛 你不是說到 他用那個危險性去分 但是我聽到 你剛才說 就說碗腸其實 出意外的次數 其實都不是很高 就是一隻手都數得出的 簡直是一隻手指 我們所有醫學文獻所記錄到 我們所有醫學文獻所記錄到 我想一隻手指可以 一隻手的手指可以數完 我記得之中 就是早年有一宗 在美國 美國最前一陣子 其實兩宗 這些全部都是因為 病人本身有毛病 好像是一個 硬的不小心 這樣做出來的 其實我看各種書籍 或者報章 其實報章滿腸也不少 可能絕對 應該說是多過有意外的情況 例如我之前 以前看過一篇文章 就是說在1988年的時候 查理斯王子去幫一間診所 就是叫Pilkinic 是去開張的 開幕典禮那裏 那裏裏面的文章還形容 大安娜王妃因為洗腸 她當時就是一個星期洗三次 就醫好了 脫離了頭痛 疲倦 厭食 有些抑鬱 還有敏感症 最厲害的連唸豬菌也沒有了 可以看到這篇文章 其實很多人都聽過一下 一個外國 我想可能英國 英國的一份報章或者雜誌 封面就是大安娜的一張 一個泳照 其實這個醫療 這個醫療是在英國很出名的 鑽診醫生有二十個 一般的西醫 整個百個 是做其他多方面的 自然醫療 靈女醫療 針灸 香噴治療 腕腸 其實一直都有很多人去 去用這個方法 其實我也都看大康哥拿過一篇文章 應該是引用其他的報章 都是 就說過 便秘與乳癌的關係 其實如果每星期排便是兩次或者以下的女士 真的需要留意一下 因為這樣是和糧性或者惡性的 預防疾病是掛勾的 教每日排便一次或以上的婦女高成四倍 這個是他當時引述便秘與乳癌的關係 在上一個世紀初 很多醫生會認為便秘導致各種疾病 即是很大的成因 而且會認為當糞便慢慢地通過長度的時候 有毒的廢物就會積聚 毒素就是因為這樣而進入血液 影響我們身體裡面的各個器官 但是後來由於研究人員採用當時很簡陋的技術 根本就不能夠在便秘患者的血液裡面找到任何毒素 所以這些理論被擱置 不過根據最近的統計資料 亦都已經開始顯示 這個被人忽略的理論 或者仍然還有值得我們重視的地方 美國加州大學的柏拉基斯醫生和琴恩醫生 在血針雜誌發表過一些文章 他們就發現如果每星期排便兩次或者以下的婦女 患癌症不預防癌症的機會 是真的教其他女性 即有正常排便的女性是高出四倍的 這些文章其實就是講 他當時要怎樣做呢 他就用女性便秘越嚴重的女性 就看她那個乳腺分泌裡面有沒有一些異常的細胞 其實她那個研究是這樣做出來的 另外大家知道乳癌是很多的 搶癌已經成為第二大殺手 香港是亞洲八個國家裡面 是有個搶癌死亡是最高的 也有說很快 搶癌的死亡是會癌症的第一號殺手 你想想乳癌搶癌是一個很常見的 常遇到的癌問題來的 當然很多人經常都質疑 到底科學根據怎樣呢 尤其今時今日的近代 近代的醫生可以這樣說 是對那個碗腸方面 是完全不會認識的 一點都不認識的 所以強行將那個香港的碗腸 強行將它成為一個醫療步驟 要有醫生才能做得 簡直是荒謬到 我不知道怎樣 就是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 就是監管這件事 所以你的目的是 其實他的目的是 不想人們用碗腸方法 去防止身體很多病 好了 有什麼病呢 有一份醫學文章 有一位叫做Dr. Drew Collins 他是一位自然療法醫生的教授 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成八頁子的文章 他從科學文獻裡面 列舉了186個科學文獻 裡面 作出的參考資料 他說 在醫學文獻裡面 是證實 滿腸是對於以下各種的疾病 或者不正常的情況之下 是有很大的幫助 這個全是根據醫學雜誌的資料 整理出來 是近代的 這個很明顯不是近代 因為近代已經沒有醫生認識 醫學醫學院都不會認識 也都不會教 不單是不會教 是極力反對 是不是 好了 那有些什麼呢 186的醫學文獻裡面 所撿出來的那篇文章 就說他有什麼毛病 譬如 第一 風濕 風濕關注炎 坐骨神經痛 會有幫助的 精神上的病 精神病 磁喚性便秘 即搶懶惰 沒有便宜 也不想便宜 也有種靜連性的 因為抽痛 連不住 利實性的輻射 就是有些人 通常我遇到一些病人 如果是肚癡 肚癡很辛苦 我們通常都是建議 他吃一些益菌 順便做洗腸 那就是 其實在身體 就是想將一些菌 洗出來 那你洗腸便幫他忙 好了 閹黏性的結腸炎 潰陽性的結腸炎 很多不同種類的皮膚病 因為很多皮膚病 都是腸道毒素 或者敏感 腸炎 過度的氣障 大便塞緊 口臭 回蚂腸活力的障礙 Eleosicoval syndrome 通常在右下腹 是蚂腸部位 蚂腸和小腸 進入大腸 是蚂腸部位 有一個活緩的 即是 不要令大腸裡面的食物 糞便 倒轉流出去 那這個活緩 有時候有些人 就出現障礙 一些發炎 腫癢 經常有一種痛痛的感覺 好了 接著呢 有什麼呢 頭痛 很多人都有 身體高溫 有些人是這樣的 他當然覺得自己有少少微燒 解釋不到 即是體溫偏高 即是體溫偏高 他總之覺得 有少少不太舒服 你量度他 是有少少高的 但你說他是不是真的發燒 又不能說他發燒 這種高溫的狀態 毒血病 毒血病 黄膽病 肝炎 寄生蟲 始終身體裡面有很多 其實寄生蟲個人都有 視乎他是不是 你身體可不可以餵到他 用你身體養足 與他共存 所以寄生蟲的問題 骨盆的沖血 即盆腔的地方 沖血 鼻鬥到出血 沖血 酒精中毒 或者可以控酒 吃到 腸的黏黏 套疊 是扭結 即是腸直接扭到 打完結 哮喘 癲癫問題 高血壓 紅斑落瘡 其實這些是過去 即不是說近代 是過去 是當時醫學界 還有很多醫生 認識滿腸 也有很多醫院 都是用這個方法 而且最重要是當時 坊間 很多家家戶戶 都是用滿腸的方法 幫助自己克服不同的疾病 其實聽到 有幫助的範圍 都挺廣闊 是的 可以這樣說 大腸不潔 百病重生 其實一直都有這種 醫學界 一直都有這方面的討論 如果真的因為監控 而令市場消失 或者萎縮 都挺不值得的 如果看到 不是不值得 即是拿命 因為腸癌 已經成為第二大殺手 快成為第一大殺手 很明顯 我不用用什麼科學去實現 大腸乾淨 肯定什麼都會好 好 你說看那個 大安娜王妃 當時 她在英國 到底當時在英國 有沒有這方面的醫生推揚 除了Hail Clinic 達利斯王子 幫她開幕的一間 很出名的健康中心 其實裡面有很多醫生 當然 她的醫生很多 都是從事同類療法 或者是自然醫療 是比較多的 好了 用回英國來為例 原來是七十多年前 可能都不止七十多年前 在英國王家醫學會 有五十七位 當時屬於頂尖兒的醫生 在倫敦召開了一個醫學會議 主題是針對身體大腸內的毒素問題 在會議上提出證明 指出有二十二種毒素 會在血腸內產生 這種毒素在哪裡呢 是來自負的細菌 以及分解蛋白質 所圍下來的副產品 這是早期 大家都在討論 有很多這種毒素 已經說出什麼毒素 但是最後呢 為什麼呢 慢慢地是 沒有什麼再提 沒有什麼再推揚呢 就是因為這種毒素 是很難去分析出來的 所以到最後 大家都好像說毒素 什麼毒素呢 不是個人都感染得早的 不是在血液裡面可以染的 因為這是很細微的化驗 當時就不是那麼普遍 在實驗室 不是那麼普遍 做得到的 結果最近 你剛才所提到的 在加州 有兩位醫生 就是在女性的乳腺的分泌物 看看有多少異常的乳腺的細胞 從而跟便秘的嚴重度有直接關係 那就是說 越便秘越嚴重 那個乳腺 見到發現到的異常的細胞 這個太細胞的程度就越高 最後他作出的結論 如果便秘越嚴重 如果便秘越嚴重 那個乳癌的機會 是可以高至四倍的 那就是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些 就是 碗腸的科學的資料 其實一向都有 有了很久很久的了 或者我們第二節回來 可以再繼續介紹 因為碗腸其實在近代 應該有更多的醫學支持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兒 我們稍後回來再談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資源、健康之全 錄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好 又回來第二節的治療法與你 剛剛先 袁一生你不是說到 在很久之前 英國皇家醫學會有 57位很頂尖的醫生 開過會做過研究 他們提到有22種大腸病毒 會引起一些病徵 其實那些病徵 有沒有可以向我們介紹一下 是什麼 讓我們留意一下 其實這些就是腸裡面的細菌 骯髒 那些是一種分解蛋白質 裡面流下來的副產品 這些叫做食腸道毒血症 食腸道毒血症 Elementary Toxemia 這是一種古時的診断 今時今日你翻查現在的腸衛科 那些醫書其實都沒有提及這個概念 好了 當時他們的結論 就有很多病徵和疾病 是可以引發的 譬如是什麼呢 知力似頓和疲勞 即是 人好像想事情不得清醒 頭腦好像很吐吐鬥鬥 打抑或者腸臟的氣象 胃氣象、谷柱、躍氣、吐氣、荒氣、荒氣 頭痛、煩躁、焦慮、神水不安 這是精神情緒的症狀 失眠、惡心和腹部不舒服 想作悶作嘔 腹部有些突出 抑痛或者硬、耳蜜的感覺 應該跟氣方面有關 知態的鬆垂 即是人站不直 好像很扁 對工作或者玩樂都提不起興趣 失去記憶 或者不能夠集中思想 腦筋不能夠集中 超重 體重過輕 胃口不佳 營養不良 皮膚的霞斑 病黃色的膚色 黑眼圈 頭髮或者指甲的變脆 脫落、稀薄等 口氣、蝕胎、體臭、大便的氣味、惡臭 手足髮難、腿肿腸、腰背疼痛、肚痛、乳經有問題、乳房腫痛 陰道和膀胱是有重复性感染的倾向 经常都是陰道感染,经常都是膀胱炎,经常都是尿道炎 血压过高或者过低,神经炎和神经和身体不同的部位 像躁脚神经痛,手腕痛,多方面的痛症 经常性的感染,这代表免疫能力低了 早上起床就是奶床,不愿意起床 过敏症,像肠胃不受肥腻的食物 Dannock的名字就很陌生了 但内容是我们都市人很常见的 即是很明显,这是差不多很多人每天都经历过的问题 是的 所以碗腸可以这么说 为何当时是美国家庭一种常用的治疗工具 但家庭自己用的 但我想近代的,即现代美国家庭都未必是这么普及了 即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资料可能都是早期少少 那其实近代的医学有没有什么文献支持满场呢? 即是你可以看到,即如你说的 今时今日很多人都完全都不懂得用这些方法 是的 我记得好像简单点,我们小时候我们发烧 我们家里会用什么方法? 我家里会用皮焗着,出心寒 焗皮,出寒 我们小时候都有这样的经验 今时今日新那代的人,家庭才不懂? 完全不懂 其实医院不是这样教我们 现在姑娘说你发烧就浸温水 浸水,即是降温 浸凉水,不是浸热水 浸温水,也不知叫我们浸凉水 因为它的温度是比你的体温更低的 即是用对抗的手法 以前我们家里所教的,是用一种顺势的手法 对不对? 帮助身体发烧,不是强烈的水 或者是温水 其实所谓温水是比体温低的 所以其实是用一种对抗的手法 好了,其实近代很多医疗 譬如我们所谓的同学疗法 在英国,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復庆回来 同学疗法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医疗 有成五亿人是经常采用的 好了,我在一份美国很受欢迎的医学杂志 叫做Tanson Letters for Doctors and Patients 这一份是一个很久历史的医学杂志 他当然讲很多是讲治医的 但对象是比西医看的 在2006年7月,有一位叫做Thomas Dorman 是一位MD,西医学博士 他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满场的 我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文章的内容 他说,满场是很明显的 是有一个很久历史的治疗工具 如果是完全没有价值的话 都不可能流传到现时的科学的年代 即是今次今日还有人用的 当然很奇怪地 现在的医学的从业员 往往对这个态度是有很极端的 有些赞成,但赞成都不会说的 他住口不提的 但也都有一些非常激烈地反对 但反对的人 从来都没有自己有没有满场的经验 通常你都可以看到的 当有一个人反对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人都好 可能是普通人 可能是中医 可能是西医 可能是腸胃科医生 你问他的时候 你问他对满场有没有经验 其实大部分人是从来都没有的 好少人做过之后会反对的 但是自古以来成年的生物 都有本能地讨厌自己排泄物 这个也可以解释 今时今日的医生很少帮病人 是厌糞便或者炼尿的 其实这个很基本的检查 很便宜的 有多少医生今时今日会做这件事 绝小绝小 因为太便宜了 因为太便宜了 而且排泄物很骯髒 一般的诊所都不喜欢 柯独尿去验下 所以你看到这些是因为一种既定的 然后就是一种本能的 骯髒东西不要够的 所以其实一直都没有人去使用 这种这么简单的检查方法 但很多古代的文献 包括埃及和希列 都会利用碗腸来医病 当时是用那个 空室的奴匯 是吧 那个奴匯水 来的鼓 就搬入那个寺掌 甚至乎 有一个圣经 耶稣 耶稣基督有一个福音 都是用奴匯经 耶稣基督都教 然后教一些门徒 是用怎样做去洗肠 所以这样说 是在死海手卷里面 找出来的那个平安福音 这个叫平安福音 阿仙尼那一派的人 里面记载 当时耶稣基督是教他们 用这种工具 好了 这位医生 Dr.Thomas Doman 他就说回自己的经验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 在加州行医 初初听到婉唱 就已经认定 他这种是一种容医的伎俩 当时他觉得 抢道自己会定时 自动排泄废物 人家根本就不需要 干扰大自然的运作 也看到一些 譴责所谓非主流的医生 例如自然疗法 脊骨神经科医生 接着在加州 进行一些 婉唱治疗的官方文章 加州的医学协会 由说议员立法取替这件事 取替婉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 其实可以这么说 只是根身体固 他这个医生说 他自己说 我开始感觉很奇怪 他有没有必要 用立法 对付一些无用 或者有害的东西 即是无用的东西 譬如来说 我们会不会 立法阻止那些人 在污水里面游泳 有没有这样的需要 你知道吗 对不对 这个例子很好的 明知的人 见到污水 就不会走去跳下去游泳 对不对 你不用认为 这个是污糟的 没用的 这个立法不让人做 你可以看到 背后当然不是一回事 碗腸水疗 当然是医很多病 最重要是自己家里都可以做 在早年在美国 不是医生做的 不是美容师做的 是家里自己 有些洗腸的工具 冠肠袋 洗腸板 做很多这些治疗 那你想想 既然腸癌 是第二大杀手 那很大机会 做一下这些东西 可以这么说 是百病 自己医好了 还有 可以预防很多疾病 哇 好像宋美来 只有106岁 对 怎么算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背后的动机 就是想真一点 香港人开始要想真一点 因为香港很多病 要医好这个病 大家真的要用脑筋去想想 好了 很多年之后 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想想 这件事 但是 我自己在医务所里面 会为水肿病人 处方利尿剂 便秘的人 开方射药 我自己每天都在拆牙 有时候 也有时候想想 食物由口腔进入体内 最后去到肝门 这是我们的消化管道 口腔很明显 在消化道里面 比较干净的部分 反而直肠是比较脏的 我们每天都会用牙膏 牙刷来洗 清洁口腔 甚至有时候用牙线 或者压力的水来冲洗 我们只会懂得清洁 比较干净的面 反而在最脏的肝门 我们从来不想处理它 你自己想想 为什么要去拆牙 为什么要去拆牙 去做这样的步骤 那是同一条管 你只是清洁上面 干净那边 下面污脏那边 你什么都不会清洁 还要好排斥 还要立法 不让人做 这些是什么人的心态 简直是可以畸形的心态 我想普通人是因为牙见到 你黄就被人看到 烂了就看到 但直肠你就看不到 不是看不到 是很骚髒 骚髒的话 你直觉上就想回避它 对不对 他不是看不到 你都看得到 嗅到 看不到都嗅到 我的意思是 那是 其实 主要就是 医学界开始排斥它 因为不想用你这么简单 又便宜又正 什么病都可以医到 他当然希望用一些工具 是长期吃药 但结果都医不到 那些方法就最赚钱了 一句说穿了 你向钱去跟 你就知道 那个耐落去 好了 他自己说 这位医生再自己说 他说 我自己身生经验 很感激很多病人 因为很多时候 我都是从病人里面 学会很多种医疗方法 包括 碗腸 很多病人跟我说 他接受了碗腸水泥之后 身体的健康状态 皮类不舒服 胃胀 腸道 慢性的腸道 疗乱 皮肤炎都得到改善 这些是病人告诉你 他说 初初我自己都不以为原 可能是乱说 或者巧合 但听了多之后 他自己的 他自己固有的那些 那些编辑 都开始有少少动摇 跟着他自己 又做一些 缺乏的作用 营养治疗 还有一些 我们叫做 矫盈医学 矫盈医学 就是那种营养的医学 矫盈医学 矫盈医学 他开始对 所谓 溶医疗的抗拒 是减少 因为他自己开始 不是的 可以的 我病人用过 说回给我听 是好完 接着他自己开始慢慢地学 那他接着就说了一件事 他提了一本书 这本书很久了 是198年写的 因为不是医学书来的 有位叫Samuel Butler 写的一本书 那他自己说回自己 他自己说回自己 他说我自己抗拒 满唱的好处 比较抗拒 其他另类医疗的时间 比较长 可能我一直都以为 只不过处理大厂里的污水 直到他看这本书之后 他说的东西很有趣 他将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的情况 完全颠倒了 将整个世界颠倒 人家开始讨论财务症状 我们开始认为 吃饭是可耻的 只会偷偷地进食 情节和整个习惯完全相反 他开始改变 以及有些不同的想法 虽然那本书没有说煮你污水 但这本书所说的东西 令他开始重新克服一般的想法 例如他知道 他说 他说 用碗腸的方法来清洁 清洁大厂 绝对是理所当然 例如我们洗澡的时候 会用清洁皮肤 用牙刷拆牙 用指甲剪 剪指甲 用洗头水洗头 用梳洗头发 虽然有人说 这个是违反自然的 虽然有些人认为 洗腸是违反自然的 但我们刚才所说 用一间洗身 用牙刷洗 来刷牙 其实这些是自然间动物 有没有做的 其实也没有做的 那你便可以 全部是违反自然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其实有很多证明 其实碗腸是非常之好 非常之有效的 牙医会说 要保持牙齿清潔 要减少注牙 他们会用日日保持清洁 如果我们的身体 那个肾脏排出多余的水分 或者电解測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 清洗了之后 我们的健康 会因此好 如果心脏病 因为体内的液体聚绩 全身浮肿 水肿 我们都知道 是会引起问题的 如果我们大肠的鱼动不好 也有干又硬的 骚髒东西在里面 将它冲了之后 再打冲了之后 很肯定 将这些骚髒东西 宿便冲了 令到我们大肠 回复本来的鱼动能力 肯定是会改善身体的健康 他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好 接着他自己在临床 他观察到一件事 因为他自己在医疗方面 对营养和肠脏功能的关系 很有兴趣 他就会问病人 通常他们的大便习惯是如何 结论 他说 可以肯定地说 他说 每日排便两三次的病人 是比一些便秘的人的病症 身体健康和营养都改善得更加快 这是他自己在诊所方面的临床经验 身体有很多途径 要排除骚髒的东西 大肠的身体主要是排泄的器官 当然身体有很多废物会经其他途径排出 肥养化碳会经过肺部 经过污臆和汗水 经过皮肤 水和化学物质都经过腎 其实最大量的废物始终都要经过大肠才排走 我应该叫他过路物 这些不应该在身体里面 应该是路过排走的 分别里面的物质 除了大部分排走 其他的成分也会改变了 因此不是单纯 是一个被动式的过滤过滤物 可以这样说 这些肠排出来的东西 可以有一条大的通道 中医的其实也有说 六虎以通为用 五藏六虎 六虎是要以通为用 将你看到 碗腸的功效是很实实在在的 好了 他在文章里面 其实都说了很多很多东西 他提出了一件事 为什么很多西医界 经常都不承认 我们的大肠里面 会积极很多脏东西 甚至有些宿便 甚至有些肠的石块 对肠细腻 对肠细腻 解释原因 为什么呢 大部分腸胃科医生 当他们进行大肠检查 通常是首先 主方大量的射药给病人 清除大肠里面的肺物 那医生才可以做肠壁的检验 所以到时你去看看 咦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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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缩辨 有什么所谓的 他就看不到 因为他有个次序 所以有时候 你反而在一般的惯常性的X光片 你会看到的 分别是很多积极 还有很多黑的影 代表很多气泡 也可以看到 墙的本身里面 有很多概化物质 我们叫做Fecal Lift 那些文章也介绍 其实我们的腸 除了是排泄污脏 其实是可以作为一种吸收的工具 所以过去很多时候 在医疗方面 除了有些人口服、注射 很多人用大腸 灌一些草药 或者灌一些物质 是帮助 当成一种用药的途径 其实那些腸 那么骯髒都阻碍吸收 所以通常做这些程序 好像我们的审所 通常都是怎么样呢 是将大腸清洁 那我们会加一些 益菌 会加一些二绿素 有时我们也会用臭氧 那我们知道 癌是一个 在一个缺氧的状态之下 会先演变成癌 所以臭氧的疗法 有些人用养分疗法 甚至乎相养水 其实都是在身体里面 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 我们身体是需要养分的 那看来这份资料很详尽 其实可不可以放上去讨论俱备 即是分享给大家呢 因为我其实我刚才所说的 都不是 没有说完的那些 我只不过是根据要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文章的内容 好了 那我会将这篇文章 因为我已经把它翻译了做中文 那就上网了 因为这篇文章 是一位Thomas Dolman MD 一位西医学博士寫的 那我到时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其实刚才我留意到 可能有两三篇文章 都会说到便秘这个问题 其实可不可以简单和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便秘 因为便秘的人数都是不断上升的 是的 你可以看到 很多时候都希望做一些预防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长度的问题 其实呢 导致便秘的原因很多 我只不过和大家说几点 第一 当然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包括过多肉类 乳製品 煮过和加工过的食品 第一 第二 不良的排便习惯和姿势 那我们很多时候的人 就会隐便 就是有时候做事 忘了去大便 就是不听话的 身体有便也不去的 到过了之后就没有了感觉 那姿势方面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坐翅呢 其实是很不好的 蹲翅才是好的 真真正正要帮助我们大便呢 其实用蹲翅就会更加有效些 那所以在外国呢 很多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叫做厕所凳 因为我们香港人就是坐翅 没有什么蹲翅 那所以呢 他们就会用一种叫做 一种叫做 一种胶椅呢 是围住那个 那个 那个座翅 那等于我们蹲在那里 蹲在那里坐 是的 蹲在那里 那个排便的姿势更加有利的 嗯 第三 喝水不足 很多人都是 在紧张的情况之下都不忘了喝水的 高度紧张 尤其是苦女 因为苦女比较多些 便秘了 药物呢 包括那些非法或者合法的药房的成药 甚至乎医生处方的药 本身也都会导致便秘的 轻射剂濫容 轻射剂 因为轻射剂呢 是一种毒药来的 加上毒你的身体呢 你到这一刻呢 你的身体已经被它毒到你烂了 自己不懂得动了 嗯 活性长度的缺乏了这些这样的益群 益群不足 是的 那缺少运动 那也都有一些 地区性的风土习惯 例如 对排便呢 有一种不正确的观点 就是这种不好的东西 不应该做 不应该什么样 好了 那同友呢 是帮助排队的腹肌太弱 那这个可以讲运动 是运动 腹肌的运动 那种一种呢 可能因为低甲状腺 或者那个胆的疾病呢 或者肝壮的功能不良呢 都会的 所以在我们的处理呢 我有时候呢 还用中清肝胆的 是吧 清胆质的方法呢 都会帮助这个问题的 其实刚刚先啊 袁医生说 益群菌的问题啦 我是 是 恩仗里面 我是 做了自然的法与你 主持之后呢 我才在 袁医生里 吃一只 就是益生菌的 我个人 就是额外 在这里讲讲 我的服用经验 我强烈推荐人 吃益生菌的 我甚至自己呢 有养一种 即近这两个月呢 有养一种 叫做水克菲尔的 就是自己养的 但是喝了之后呢 我自己个人的功效呢 都不够在 陆创意买 吃DDS 那么明显的 对于我来讲 我就没有 便秘的 不过我吃了皮肤是滑很多的 嗯 我试过停食 看看自己养的益生菌的效果 都不够吃DDS 那么不好的 然后又死死地 又是去买DDS 我觉得有经济 有效果很明显的 是的 因为我们的 现在的食物里面呢 是很多些 是会破坏我们益生菌的食物的 抗生素 所以有时候很难的 你自己靠普通食物 是很难 就是很难令到 腸膛健康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用益生菌 是没有所谓的 好的东西 为什么不用呢 香港人会经常吃好东西 有些人常常吃那些 那些补品 都是这样用 所以是 就是 刚才你所说的 皮肤问题 皮肤病问题 其实皮肤很反映长度 是的 即时看到 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 我觉得 那么多样健康保健产品 我最推荐是吃益生菌 益生菌 益生菌很多 我们公司的益生菌 是保证有5亿的群属 还有 素食人士都可以的 我看过 没错 是的 里面没有蛋 没有奶的成分 我看到 是的 今集到这里 又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各位的健康问题 是比较紧急 比较难以自己应付的话 其实我们都建议 大家去回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那裏 约原医生 直接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 是25773798 那今集来到这里 我们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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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